今天是2016年12月25日 聖誕節的正日 今天是106.7日 這個紐約電視台 不是電視台 是收音機台 還在播放聖誕歌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說起Happy Holiday 美國差不多20年了 都被猶太人禁止 美國本地的白人 聖誕節說Merry Christmas 因為這個Christmas 這個Christians 即是基督徒 就是跟這個會教徒 他們的信仰是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 怕權很厲害 就是影響這個總統的投票 所以競選總統的人 都要買他怕 那就差不多20年了 反對美國人 反對美國人 聖誕節說Merry Christmas 就是惡得這麼教慣 所以你說當年 希特拉 為了德國 就沒辦法不把這些猶太人 排斥出去 因為猶太人 當年控制了 德國經濟 工廠 還有那些人脈 哇 這些猶太人 做生意很聰明 反而是 德國人 就要幫猶太人打工 希特拉 就看盡了這一點 就在公園那裡演講 即是說 要是 就猶太人存在 要是 就是德國存在 即是事大一樣 希特拉 當然是要德國存在 那就 猶太人就 不存在 屠殺猶太人 幾百萬 那猶太人 在某一個地方 的勢力越來越大 他就會控制那個地方的政治 例如是國會 那些參議員 那麽這次 Merry Christmas 這件事 那麽 Trump 就快就任美國的總統 那Trump 他跟全美國的白人說 從今以後 大家過聖誕節 要大大聲說 Merry Christmas 因為美國是 因為美國是 是耶教的國家 那麽 猶太人信的教 雖然不是基督教 但是都不可以 惡得這麽交關 就是人家 本地 說一句 Merry Christmas 他都說不合聽 就等於有一個惡霸 走入去中國 那中國過農略年 他說 不可以說新春大吉 又不可以說周年皇上 又不可以說新年進步 行不行 當然不行 那中國十四億人 中國十四億人 每個人開把掃帚都掃他下海了 那這個是 Merry Christmas的故事 那麽 今天 我開了半個小時的車 由這個 Quinz 來到這個 布魯倫 雖然同樣是紐約 紐約 因為紐約很大 紐約分幾個區 Quinz 王后區 布魯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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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曼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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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 如果開車要 在紐約走一個圈 我想一個月也不多 很大 等於中國一個省 廣東省 整個省 你哪裡去得雲 Thank you very much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2017 Thank you